4月25号尼泊尔发生了8.1级的地震 目前最少2000多人死亡 这个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在这巨大的自然伤害和死亡数字面前 我们感叹生命的卑微 我们对天地充满了敬畏 我们为生命祈祷 这场巨大的灾难 让我想到了4月12号的一个新闻 说是中共正在研究炸开喜马拉雅山 建设一条通向尼泊尔的铁路 这条新闻是鼓吹中共的一路一带的经济政策 做的一个政治宣传 中共的狂妄引发了网络上的担忧 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共的三峡工程 是导致2008年汶川地震的原因之一 万物皆有灵 喜马拉雅山是西藏的八大神山之一 或许存在着天人感应 中共这边还没有开始炸喜马拉雅山 这座神山就打了一个8.1级的小喷嚏 中国传统的神船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人与天地和谐的存在 我们人类敬畏着天地和神明 我们人类的工程也要顺天应人 在建设都城的时候呢 我们要讲究风水和龙脉 那么都城的布局也要依据一定的风水阵法 大雨治水讲究的是疏导而不是围堵 但是呢中共却不是这样 它的指导思想是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 和天地斗就造成了中国环境的崩坏 以黄河为例 中共建设了这么多的大坝和水电站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下游一年断流180多天 中华的母亲和正在慢慢的死去 中共和人斗更是麻烦不断 毁灭孔庙灭绝中华传统的信仰 那么传统的道德也跟着在消失 社会道德面临着一种崩溃的边缘 这正是中共这种敢于反宇宙的二愣子 才敢提出炸开喜马拉雅山的构想 中共不光是这么干 他在宣传上也把科学和神对立了起来 科学成了中共宣传用来打击传统文化的一个棒子 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 好像谁相信神就一定不是科学的 其实呢 这个在东西方都是不对的 东方古代的科学就讲究天人合一 我们也除了很多的大科学家大医学家 西方的科学不反对神 只是无法证明神的存在而已 2014年 很多看了电影《Lucy》的人都有一个感觉 化学的尽头是物理 物理的尽头是数学 数学的尽头是哲学 哲学的尽头是神学 西方科学虽然不能证明神的存在 但是神却是科学的最终答案 物理学家牛顿说 力是上帝给的 那么如果宇宙真的是大爆炸形成的 那么这个大爆炸之力从何而来呢 只能是造物主给的 这个大爆炸就像造物主在水的中心点了一下手指头 那么散开的这个水波就形成了宇宙 那么我们中国人要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 环境问题 文化问题 道德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汶川地震之后 面对这么多孩子的死亡 我们痛心 我们悲伤 可是我们却不敢去触碰这些人祸背后的中共 我们现在不能只是感叹生命的渺小就完了 我们应该拿出具体的行动去解体中共 重返我们中国人的异点园 我们的神传文化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中网站